Hello 大家好 瑞丸です 自从九周年粉丝见面会之后 这个布罗利跟果吉他就天天的在眼前出现了 没办法 他的卡面实在是太帅了 那么这一次的卡机来讲 九周年大家都知道 是分成Dokkan Fest的限定卡机 以及传说降临技的既限定卡机两种类 布罗利的话他就会是 限定L-O 这麽个样子 后果吉他是既限定 这个就跟2022年全球活动的走法是一样的 就有可能Part 1、Part 2 他就有两个故事篇章这麽个样子的走法 那么这一次的话 就想跟大家来聊一聊 这两张角色可能会去到的属性会是什麽 因为这个也算是还蛮影响的 那么在2018年这两张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 虽然说已经极限在觉醒了 但是他们的属性一张是提鼠 一张是素鼠 而且这一次九周年 又是同样的性质的卡片 都是变身卡 然后都是一样 像布罗利的话是属于超赛布罗利 变身成全力布罗利这个样子 古吉他的话也是一样 超赛古吉他然后变身成超兰古吉他 所以从这方面来看的话 官方应该不会让这两个属性 重新又重复再出了 应该不会拿回同样的属性 OK 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比较简单一些些 那么这一次来看的话 是通过看一下过往 我们已经触过的角色 的属性来做一个对应 季限定方面 因为是2022年才开始推出 所以会比较容易来看 那么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季限定这边 传说降临季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从2022年的全球活动 小鸟悟空开始了 来到现阶段最后一张的话 是在2023年圣龙记所推出的 这个三大超级萨尔纳 总共出了9张 那么属性上面的话 这边其实也标得很清楚 官方在属性面上 其实走的也还蛮是瞬息的 可以看得到第一part的话 就是这么个走法 祭属小鸟悟空 利属就是这个五人悟空 术属的话跟知属是霸周年的两张 然后提属是全球活动的这个 然后来到第二段的话 其实大家从这边看下去就知道了 就是祭属这个格是属于空着的 是空着着的 所以蛮大概率了 我们的果吉他 会是祭属的属性 可是因为这一次八周年 会有两张季限定 这个祭属这边 不一定是会要安在果吉他上面 可能是跑到第三排的属性来看 也是非常大的可能性 那么在这个样子的情况下来讲的话 排除束属跟祭属的情况 就剩下利属 提属跟知属来做选择 虽然说我自己感觉到 祭属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因为就直接按照顺序来走 而且在属性上面 速属跟祭属 其实算是alright的 那么另一个选的话 很可能会是提属 因为知属才刚刚出国嘛 没可能就来多一张 利属的话 原因不可能 我觉得比较小原因的话 是因为这张布罗利 有机会会是利属的关系 那么看完这个季限定这边 我们再来看一下限定LL这边 限定LL这边的话 就出的非常的多了 从 怎样 最初最初的限定LL 就是2018年三周年开始 然后到去年的全球活动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一本排下来 一二三四五 二十五再加四张 总共二十九张的限定LL 那么其中 历数这一边 它就是一个空格嘛 这个其实就很容易想像 这样历数应该就会是否布罗利了 对不对 可是实际来讲 可能性会有啦 但是却又未必 其中一个原因啦 就是跟这个 刚才季限定那边相同的原因啦 因为这一次的活动 其实还会有另外一张的限定要不要 所以未必会把这个空格 一定要给成这个布罗利啦 那么另外来讲的话啦 其实就是从2022年开始啦 官方的初卡好像就有点 比较不一定的规律这个样 首先大家重新看上来的话 从最开始的三周年 然后四周年到 2019年四周年的气息卡 其实就是 知数体数 然后数数力数技数 这样子 2018到2019 2018年的 中年庆到2019年的气息 是一整个正式的那个属性 可以看得到 5个属性都有 那么来到第二排的话 就是2019年的全球活动 到2020年的气息活动 的卡 同样是5张 5个属性 赛鲁跟乌饭是2019全球活动 古吉他 白吉多 5周年的两张 然后气息的这个提兰双人 那么去到2021年这边 也就是第三排这边 其实他的这个走势 也还是一样的 通过全球活动 周年庆再加上气息 这个是一个配 这样子 可是来到 这个第四排这边 他就不一样了 因为 知数的 那个悟空 没有那么悟空 然后 素数的这个大王 是2021的全球活动 那么 2022的七周年 两张的属性 卖下去是对的 可是 这个隶属的 库拉逆奖 其实是2022年的全球活动 如果按照正常来说 隶属 应该会是 2022年的气息的卡 来说 才对的 所以走到这边的话 其实2022年开始 官方的触法 又跟以前 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了 这边的话 首先我们必须要把 12月 2022年年末的那两张 笔克跟物贩给拿出来 因为 就 他们是属于 只有 那一年是这样子 来到 2023年 其实就去年刚刚过去 年末双卡机了 又回归到油奥 所以这边的话 就要看另外一个部分 OK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这两排就是 2022年跟2023年的属性 其实都是出五个属性 所以从2022年开始 算是一个转折点 这个属性方面 似乎就是要重新看起来的 一年下来的五张限定要走个五个属性 所以刚才讲说 例数 确实 空了一个格 蛮大的可能性 可是又按照 从2022年这边的走势来看的话 其实 这几个属性 应该说五个属性 for我们的这个布罗利 都算是蛮大可能性 所以先生说 提数把它给拿掉 因为现在这一张布罗利是提数 2018的 那么其实是有四个属性 是还蛮可能的 不过如果是按照我自己的 那个想法来说的话 我其实还是比较偏向 像看回刚才的那个填充格 把他们给填下去 会是比较简单一点 可是想来官方应该不会 给到我们这么简单的 然后这边的话 因为果吉他这一张是数数的嘛 他是比较偏向是连击会比较高的 那么这一张也是提数的 会否他们只是做属性交换 这方面的可能性也是还蛮大的 那么另一个的话 讲隶数跟技数的话 就是他们彼此 触的卡是克制回自己的属性 这样子的话其实还蛮有趣的点 就是讲说 比起2018年的自己 我们变得更加强了 甚至可以克制回以前的卡 这么个样子的感觉 所以我自己比较偏向就是 隶数跟技数啦 但是实际会是怎么个出法 当然我们是未知的啦 这边就是跟大家稍微聊聊 那么至于这个属性方面 大家又是怎么个看法 基本上我自己就是两个选啦 技数、力数 然后另一个的话 其实就是互相对调属性 我自己的属性选项来看的话 是这么个样子啦 给大家稍微重新了解一下 并且看回过往的这些 我们这边这么多的限定LL卡啦 然后2020年开始的走势 也就是一点点的小不一样 这个样子 OK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Jia またね 拜拜